说到休士顿 大家很多联想到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NASA了 那么其中的太空中心 这里也展示了许多真实的太空设备 也能让游客来这尝一尝太空食物 太空梭 无重力设备 还有月球碎片 三个关键字连连看 你猜出来了吗 来到休士顿必来景点之一 绝对是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太空中心 眼前看到的设备几乎都是真的 飞机除了载人 你觉得还可以载什么吗 在我后方这一艘退役的波音747客机 当年就是特地被建造来运送太空梭 不过光是看得到摸得到 已经不稀奇 用嘴巴体验太空人生活 才是王道 来到NASA 当然一定要吃看看的 旧式太空食物 我现在手上买的这包 就是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 到底吃起来和我们地面上吃的 有什么不一样呢 今天我们请到一个超帅的帅技师 来帮我们试试看看 好吃 真的好吃吗 但是第一次吃那个冰淇淋是干的 有点比较奇怪 跟飞机上的食物比起来 飞机上好吃多了 这样技师讲完之后 我当然也是要自己去看看 吃起来很像 巧克力威化饼 光看我们的表情 就知道太空人真的不好当 但要像巴斯光年一样 飞向宇宙浩瀚无影 地面上的团队功不可没 材料不能够 那么高的温度 所以你必须 做一些设计的技术 去保持车子 太热了 然后就沸腾了 以及所有太空迷的朝圣之地 記者陳一帆 黃旭陽 美國休士頓採訪報導